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份证号码中缺少零的人 天资聪颖 活泼开朗 为人正直 心地善良 常为帮助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一生运势走向 其人先天运势强大 少年时期学业良好 生活少有烦恼 中年财运势顺畅 事业稳步发展 晚年时运势更好 能享有求名求利的晚年生活 是一个非常强旺的命格 二 缺少数字一 身份证号码缺少一的人 个性忠厚老实 踏实可靠 不好高物远 具备狭义精神 不论男女大多都慷慨大方 乐于助人 能游走于各个领域阶层 广受众人喜爱 男性的妻子多半具有财富 且善于经营夫妻生活 因而得以安事无忧 一生运势走向 早年运势较为平顺 学业及事业发展虽无大的进展 但也没有大的灾难 中年以后 运势开始横通 财务收入水涨船高 集聚晚年定是更为强大 能有余力及福音 必有子孙 是属于幸福富裕的命格 三 缺少数字二 身份证号码中缺少二的人 婚姻运势多有波折 早婚者命中多有不及 若能晚婚 则可获得平和温顺的夫妻生活 一生运势走向 幼年时期身体较差 容易患疾病 青年时期运势较差 家族亲人稀薄 多半要靠自己独立辛苦获取 中年运势逐渐好转 事业及财运均有所上扬 在此阶段应以自己踏实努力所得为家 而不要贪求不切实际的投资获利或他人之物 晚年运势平顺 生活丰足无忧 可以说是财力富足的命格 4.缺少数字3 身份证号码中缺少3的人 固然性情较为奇变狡诈 日常生活却十分简单勤劳 并能努力不屑于工作之中 不过收入虽多 但额外的支出也不少 如若不加以规划 财富很难积聚 一生运势走向 少年时期运势多有阻碍 心性亦变动不定 且居无定所 无论学业或事业 都难以顺利获取成功 中年时期运势略有好转 事业发展挤潮 往国外交易成功 若能努力坚持 必可有所成就 晚年运势趋于平稳 生活富足无忧 是属于晚年紧绷的命格 5.缺少数字4 身份证号码中缺少4的人 个性温柔慈祥 心地善良 处世敦厚 经常扶助弱小 因而能够获得众人喜爱 一生运势走向 少年时期运势较差 无论学业或事业 都必须经过非常地努力 才能取得成果 中年时期运势逐渐顺畅 由于待人真诚 因此以身或上司 及长辈的厚爱 而能受到极大的提携与扶持 晚年以后 运势持续走高 事业发展趋于成熟 财务收入也相当富足 属于工程名就型的命格 6 缺少数字5 身份证号码中缺少5的人 个性忠厚老实 做事专注执着 事业多有所成 此外 缺少此数的人 无论男女都很重视家庭 唯独天性好事 喜欢插手干涉他人的事情 若是成人美事 则能博得好名 若是坏人之事 便会惹来无谓的批评与责难 男性的婚姻运势颇佳 婚后将可以获得妻子的帮助 成就事业 一生运势走向 少年之时 由于性情较不稳定 为人处事 常有平淡不公的状况出现 中年以后 运势趋于平顺 只要付出努力 多半可以获取成果 晚年之后 运势横通发达 事业及名声 都能发迹显著 是属于大望兴隆的命格 7.缺少数字6 身份证号码缺6的人 个性开朗亲切 乐于助人 因此受到他人的拥护与爱戴 个人特质方面 除了身具才能之外 行事专一的态度 也使缺少6的人 能够贯穿始终 直到达成目标为止 一生运势走向 身性喜好 积存财富的婚配 命格强硬的对象 大体来说 是属于昌盛繁荣的命格 8.缺少数字7 身份证号码中缺少7的人 个性多变 一生运势起伏较大 一生运势走向 少年时期心性浮躁 做事难以安定 居无定所 亦与人争斗 运势较差 中年之时 运势仍无起色 此时若能勤勉致力于 事业或技业的发展与钻研 矫正自身的缺点 可在晚年时 创造好的运道 事业及财务收入 都能达到顶峰 属于平安福寿的命格 9.缺少数字8 身份证号码中缺少8的人 天性机灵 物性高 待人真诚 从不做欺诈 或讹骗他人之事 一生运势走向 少年时期多困阻 需要辛苦付出 才会得以成功 中年之时 运势低频 需加倍努力 积累实力 开拓良机 可在晚年时期突破困境 事业及财务收入 大为振兴 个人声望及社会地位 也能在此时达到巅峰 10.缺少数字9 身份证号码中缺少9的人 个性积极进取 有不畏困难与挫折的勇气和毅力 无论男女 皆带有财运 但个性较为自我 喜欢从事投机事业 一生运势走向 青年时期运势较好 学业及事业经平顺如意 已婚的男性 多半会取一个闲内住 对其有很大帮助 且多贵人辅助 事业发展顺利 中年之时 运势由盛转平 若是做事无法专注 仍会影响晚年的运势 随着人口数目的不断增长 身份证号码中 也加入了英文字母 作为识别方式 尾数的X 作为尾号的教业码 是由号码编制单位 按统一的公式 计算出来的 如果某人的尾号 为0到9 就不会出现X 但如果尾号是10 那么就得用X来代替 因为如果用10做尾号 那么身份证号码 就变成了19位 X是罗马数字的10 用X来代替10 可以保证和标准 公民身份号码 是特征组合码 由17位数字本体码 和1位数字教业码组成 排列顺序 从左至右依次为 数字地址码 8位数字出生日期码 3位数字顺序码 和1位数字教业码 还是有很多人并不认同 但这个字母不同于其他 它在形式上 不容易和其他数字混淆 如I和O 都容易和1和0 混同造成误会 X的形态特别 书写也比较简单 身份证中有此字母的人 平时运势一般 但在面临许多重大问题的选择当中 会有好运偏爱 往往会顺利赢得周围人的羡慕 比如大赛中的黑马胜出 或考核当中的最高奖励等 不得不说 这样的运气 也是偏爱少数人群的 在这里提醒大家 上述内容娱乐性偏多 切莫过于计较 况且正如俗话所说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先天的运势如何 并不能决定我们的一生 经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 也无不可能 不过 利用数字望运也不无道理 结合自己的深层五行属相 可以推算出 独属于自己的幸运数字 然后借助幸运数字 可以有效增望自身运势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